112年度花令仙蜜香红茶评鉴比赛 今天重回了原产地瑞瑟香举行 由台湾茶改总场秘书吴申顺共组的评审团 针对了参赛的151个茶样点进行五感评评 吴申顺表示今年的参赛茶蜜香香气都超乎水准 因此茶汤滑顺柔润就成了至胜的关键 连续两年因为考量疫情而移失到台东茶改场 并且闭门进行赛事的花令仙蜜香红茶 评鉴比赛今年度重回原产地瑞瑟香来举行 茶农参赛热度不见 那今年总共角的点数有251点 那比去年还要多 那分析的原因一个就是农友的部分 对于我们比赛茶的部分深具信心 而且通路也逐渐的打开来 那第二个部分的话就是我们今年的这个 茶树在生长的过程当中 那雨水还算丰沛 那有助于我们茶树的生长 及这个小栗叶产的一个繁殖 所以今年的这个整体而言 我们今年的比赛茶的部分 不仅数量有所提升 那在整个品质上也提升的相当的多 今年度由台湾茶改总场主秘吴申顺 台湾茶改分场助理研究员黄潇义 组成评审团 针对151个参赛茶点进行无感评评 欢迎鲜蜜香红茶 在国内外茶产业界独占凹头 因此除了茶农对评鉴赛事的热情支持 与高度信任 现场府也透过专业评鉴赛事 全力推广花莲在地蜜香红茶特色茶品 但在行销的部分 我们有跟润税相互一起工作 未来在润税地区会有个蜜香红茶的管理 那另一方面是有延续短茶经的部分 那也希望说后来可能只好整个成立之后 可以让润税主席有更新的经典的发生 那包括在我们十月南港茶站的部分呢 我们会在整个茶一起去北上行销 那另外在今年我们发联主打的 石花莲走天世界世界主持的发联 那在今年4月份的时候 我们去新加坡推广的努特产品 那在我们的润税地区的肉花茶的部分 是有受到了新加坡厂商的期待 那或是我们在做国际取消的部分 会用持续的把我们润税的茶品推广世界 经过专业评审严格评评 主审吴申顺瞩瞩密表示 花莲冰香红茶品质超过水准难分悬置 回归到茶汤顺滑柔润决胜点 评评出达标的优良奖之外 经营同牌奖依序为同牌奖32个 银台奖27个以及13个名额的金牌奖 记者11月蓝瑞士采访报道 11月蓝瑞士采访报道